其實到目前為止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除了說兩岸之間的 台灣人會很關心 我們這兩岸之間的狀況之外 整個世界的大趨勢 大家看的還是美中之間的關係 以及現在在中東這邊的戰火 但你來看到的是 現在美國老大哥 臉又擔心掛不住 所以開始大規模的說 我們要來進行報復 而且告訴你的命中率 99%非常高 打擊85個目標 摧毀了84個目標 他們直接跟國會講了 有必要的話 我們就會下令採取額外措施 表示什麼 這不是最後 我們有可能有更厲害的在後面 蘇利文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媒體一直問他 所以你不會打伊朗 因為我們看到了 你直接講 你不會擴大在中東這邊的戰事 還有衝突 你不希望 那你不會打伊朗 蘇利文沒有回應 那瑟士不表示 他也不排除攻擊伊朗境內呢 在現在這個當下 大家也開始在講了 有沒有可能 政治在盤算這一切 畢竟過往最有名的是什麼 最有名就是那個時候小布希 民調其實沒有很好 結果後來 整個反恐戰爭之後 他民調開始往上走了 所以這個部分 在美國確實曾經發生過 相關的 因為外部戰爭的關係 讓整個國內團結起來 讓當時的這個總統 這個領導人 執政黨 能夠提升他在內部的一個支持度 好啦 那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相信力很重要 能夠讓大家覺得說 你能帶著我們向前走 很重要 特別是對中國 現在中國看得出來 是他們這個可敬的一個對手 而且可能在世界上看起來 是唯一一個相當實力的對手 美中之間雖然是對手 但是競爭也要合作 經濟工作組 現在在美國這邊開過會之後 第一次到北京來會談 美國媒體的講法是 是為葉倫之後的訪中來鋪路 但是問題是 其實在內部很多專家 他們看到的是 中國的經濟 你看看他們怎麼講的 前IMF的中國部門主任說 其實現在帶他看 中國經濟想要超越美國 GDP來說 可能性是越來越低 最主要他們看到的 還是現在在中國內部 確實有一些經濟上面的問題跟困境 但是這個問題跟困境 有沒有可能解決 或者是繼續惡化 其實商人的鼻子最準 你來看看商人怎麼做 好 商人現在全球大品牌 他們是怎麼說的 說還是保持樂觀 希望能夠放長線 等待反彈 意思就是他們也看得出來 這個很有可能短期內 沒有辦法完全解決 但是他們還認為值得等待 還不打算撤離 現在讓大家覺得說 可能對於經濟有所疑慮的 就是你來看A股的部分 在昨天其實確實在 A股的表現不是很好 愛紅面也在網絡上面 中國政府現在說 國家隊要進去來救股市了 而目前他們的證監會 也再次的發文 說如果有人趁這一波 再做空的話 他們絕對會嚴懲 另一個部分則是講的 到底民間的資本 有沒有勇氣再一次的回來投資 或是再一次讓整個 經濟的循環熱絡起來 他們說整個民間資本的 專案投資規模有到 1.9兆人民幣 表示是說民間還是願意來參與的 但是網民們 情緒沒有辦法 能夠完全的在短時間平復 因為股市真的是殺出血路 大家情緒比較蓬佩一點 所以有的人就跑到了 美國使館來留言 原因是因為他們講 一個在po長頸錄的文章下面 大家股民們都在下面講說 哎呀 這個現在是怎麼辦 結果後來被大規模刪文之後 從美國使館再轉戰到 印度使館 大家都在講了 哎呀 國家啊 我們挺國家 國家是不是舊舊股民啊 中國現在看起來 確實啦 整個內部的氛圍 因為經濟的關係 有一些些的文藥變化 但是回過頭 請教賴老師 美國這邊內部的狀況 拜登在中東這邊的狀況 好像不是也太樂觀 我先回應一下股市的問題 如果今天有看大陸的股市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就覺得 我昨天為什麼要去寫 去po那個文 因為今天脹翻了 今天回來 不只回來 是脹翻了 而且脹得讓他們都覺得 快受不了 因為紅通通滿面 所以這個股市本來在台灣 我們最有經驗了 我們上上下下 在台灣 股民都已經是練了一身的功夫了 比較不會像大陸這樣子 就一下子垂頭上氣 一下子就開心到不行 我們台灣很有經驗 這一點可以跟台灣人學一學 我們非常有經驗 好 我們回過頭來講 美國的這個事情 美國這個事很有趣 美國是現在我們有討論過 在約旦的軍事基地 塔22號被打 死了三個美國人 三十幾個人受傷 當時美國的總統 跟他的國防部長說 我們會以我們的時間 地點方式來實施報復 他這一講了以後 這個當地的民兵組織就是說 我們停止了工作了 停止再反擊 所以我們要進入失散 疏散 那就開始把重要武器 都開始重新藏匿等等 過了五天 美國從他的本土出動了 B1B的戰略轟炸機去攻擊了 打了一百多枚導彈 一百多枚 打了85個軍事目標 命中84個 命中力很高 但是問題是 死亡的人數只有三十幾個人 大家在問為什麼 就是所以很多人就說 裡面已經是人去樓空了 因此有人就懷疑說 是不是你先告訴相關的這些民兵組織 說我要打你了 你趕快躲 果然我就打了 但是打了以後是打空的 導彈也發射了 飛機也長途從本土飛到當地 然後進行攻擊 結果死了就三十幾個人 一枚導彈 打不死一個人 平均 這個也太奇怪了 可是第二天 今天我們看到民兵組織反擊了 這一反擊打的是 美國在敘利亞的 在油田附近的 很龐大的軍事基地 可是問題是 死的卻是六位庫德族的士兵 18位受傷 沒有一位美國士兵 跟美國士兵死亡跟受傷 這又很詭異了 那為什麼專門只打庫德族 同樣在美國的軍事基地 可是選擇了庫德族打 而不打美國的軍人 這又放出另外一個訊息 也就是說我告訴你美國人 我有能力攻打你的 在敘利亞跟伊拉克的軍事基地 但是我過去打了165次 沒有打死一位美國人 那是因為我不願意打死 我只是警告信叫你們走 但是如果你再度升級報復的話 我可能攻擊的 那就是你美國的大兵了 那我有能力攻擊你的軍事營區裡面 造成大規模人的死亡 我這一次就打給你看 我打死了6位庫德族的士兵 18位受傷 這代表我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覺得彼此之間都在較量 都在放話 而且看起來要不要把戰爭升級 那就看你美國怎麼做 我覺得拜登政府現在面對兩難 既不願意讓戰爭升級 所以第一時間說我不會去打伊朗 可是現在又害怕 翅膀手腳以後 伊朗更肆無忌憚 然後又說我不排除會攻擊伊朗 所以我們看到矛盾重出 是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聽專家點評 我們說到現在中東的局勢 大家一直在問蘇利文 所以你到底會不會打伊朗 他也沒有說他不會打伊朗 他也沒有說他會打伊朗 但是看起來是不是是不排除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請教預防委員 我認為他是喝足性的說 就叫你伊朗稍微管一下 你養的那些小狗 不要讓他們一直出來咬人 因為美國現在就很擔心這個戰爭 從以色列 約旦爾西安 還有這個所謂的加薩 然後再蔓延到其他國家去 這樣就會變得太複雜 這會讓他的總統選舉 會添加很多的變數 所以我讓他喝足性的 因為你如果是直接攻擊伊朗的目標 伊朗是一定要報復的 要不然他面子掛不住 那我是覺得你整個看下來 我覺得你們今天做得非常好 就把幾位總統 從小布希到歐巴馬到拜登 他們做一些什麼事情 怎麼介入中東的局勢列出來 我覺得這很好 結果看得出美國在中東 你就是你真的要脫身是很難 你越在那邊繳 它那是有是泥澇 你就會被黏在那個地方 你看 所以我上次講 我說這個很可能變成 美國未來的另外一個阿富汗 另外一個越南 你走也不是 留下來也不是 因為你在那個地方 這種攻擊 這種一定會持續對你攻擊的 尤其你這次在加薩走廊 幫以色列幫了這樣子的徹底 然後他表面上說叫以色列說 你要不要勝選目標 不要波及這個無辜的百姓 然後這個 你還特別把那個精準的那個炸彈 送給以色列 以色列就去封炸那個大樓 一咚一咚把它摧毀掉 這個阿拉伯人看在眼裡面 這個坦白講他們沒有辦法接受了 他們就認為你美國 就是直接幫助以色列 來屠殺阿拉伯人 所以這個仇恨就會累積下去 所以美國他們也是很辛苦 他們 你看他很多地方 他去打仗 投資很多 然後到最後都苍苍惶惶的撤出 越南是很久有再重新回去這樣 所以這個來想說冤家一節不一節的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我認為這件事情 目前的這樣一個走勢 我如果在美國總統大選以前 整個要想安定下來 我覺得這可能性是很低的 那就是一路會到年底去了 也可能已經要2020 就要到2025 才有辦法能夠看到一個結局 但是這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希望盡量和平 我們等著廣告回來 則要請老師來幫我們做總結 節目最後要請葵博老師幫我們總結 我們看這個紛紛擾擾 其實不管是中東或俄烏 我覺得全世界最大最大的這些關注點 可能還是在美國跟中國大陸 美國跟中國大陸 他們之間的這些恩怨糾葛 我看起來還是就是科技跟貿易 包括投資這一塊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最近 進行他的股市震盪的這樣的表現 或者說他現在開始進行所謂的經濟轉型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中國大陸 因應美國對他一連串出手之後 必須要做的一些政策的這些措施 而且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過去是用基礎建設 開始推動他的這些經濟的發展 可是現在必須要面臨轉型 就像很多國家反正經濟到個階段 他就必須要有另外的一套發展的措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要求 包括再生能源或者綠能的這些擴張 或者是像這些新能源車電池等等的發展 甚至包括國內的旅遊 還有包括今年是中國大陸的擴大消費年等等 這些一切的一切都表示中國大陸思考到 只靠基礎建設的擴張不是辦法 另外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外資其實也 受到美國對他加大力道的壓制之後 確實受到了不小的影響 去年外資大概跌幅大概10%以上 但是還是有1.5兆人民幣 量體還是非常的大 更不用講說它是一個世界工廠 跟世界市場的概念 所以外資還在觀望 當美中關係變得比較OK的時候 那是不是我的外資只要撐得久 我就繼續在這邊佔有一席之地 那這個都是中國大陸 它現在看起來必須讓外資對它有信心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做了很多的一些開放 包括它對製造業早就已經開放 除了出版之外 還有包括像服務業也會逐漸的開放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希望外資 等待會兒 那時候會發生了一段時間 是讓你estre脂肪 就會說了 在哪裡